咱们继续讲 这是开局定势 现在红方打着马 黑方两种选择 咱们一个个看 黑方中路太保 如果近向 红方就起横距 平炮对局 摆脱牵制 就捉骂 下面浸泡 黑方一看 弹子炮 没弹了 直接消掉 想化解攻势 顺势开出了一局 下面红方平居桌炮 在还架中炮 黑方外马 登居 红方就借桌 还桌这个炮 黑方一合计 可能都笑了 打马 带着想 那你要硬姜吧 然后平居 捉霜 起步 妙哉 但是红方上马 伸根 黑方一看 别住马腿 继续做炮 但是 红方上马 就登居 一招 毕鸣 好 打梅回到节点 黑方近相 没捞到实惠 所以改成平炮 就是说你敢上马 抽 人家还架中炮 干掉红方的局 所以红方平开 黑方直接 路中炮 在环亚中炮 下面黑方 走得也很愣 瓦解攻势 然后顺势进向 打通鞠路 红方上马 黑方平居 正是好捉 但是红方再上马 要杀 黑方能感受到 红方的攻势 太强 所以进一炮 打马 再打 想通过交换 削弱攻势 但是红方上马 登局 残局破市 必有其效 黑方要是进将 红方进局将 在上马 就抽局 黑方要是退市 就是沃逃 老将不管到哪边去 都是一招 毕民 好 咱们一回到主干分支 黑方 第二种选择 马五进四 在环亚中炮 准备啃着个马 红方 必然进尸 下面 平炮队 对居 黑方 如果平居 感觉挺好 因为好处 看得见 沙马还登居 但是红方 浸泡带西郎 黑方如果飞向 就进居 然后回马 金枪 带着西郎 黑方 不管进市 还是平炮 都是一招 比明 所以 当前局面 黑方只能退市 红方就进居 准备打相带西郎 抽居 黑方一合计 可能都笑了 我浸泡带西郎 然后双向手拉手 多两个马 还怕你不成 对不对 但是 自古真情留不住 唯有套路 得人心 气局攻杀 然后一招 毕明 好 咱们一回到 对居的节点 平居 就是一种放松 所以黑方 召唤 对一个 封一个 所以黑方 平炮对居 势在必行 打炮封锁 这个马上不来 黑方选择 对打 下面红方 脱离炮口 憋住马腿 还是捉马 这个马还上不来 宝的话太消极 黑方选择进炮 寻求对攻机会 红方 上马 吊杀 挂脚 然后 还是吊杀 下面黑方 进居 攻势 灵力 这是叫杀 可千万不能 进相 为什么呢 因为黑方 马上来 握头是杀 打相也是杀 老帅出不去 红方只能杀吗 带系朗 把红方的鞠 就给抽了 所以当前局面 一定要平摔 单狙 寡炮 没有杀 这个马被吊住 无法 进攻 下面红方 进炮 申请马后炮 黑方 无奈 抓隐 平降 但是 然后 有没有 然后了